OLED Radio 中共雷星網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大家非常喜歡的旅遊達人快樂雲 帶你看看中恆的好風景 歡迎快樂雲 Hello 大排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今天要帶大家去山里頭 前一段時間在泥沙颱風的時候 好像中恆這一段的路還真的被沖掉了好幾次 對 其實我覺得中恆這一段路呢 每去一次我覺得就是緣分 你看就是你要有緣分才能去 然後因為我為什麼這一次想要跟大家分享這一段路呢 這一段路如果說等到路修好然後有緣分的話 我覺得朋友們要去 因為這一段路呢 它其實從921之後呢 這一段路是完全壞掉了 那壞掉之後呢 它修復好了之後呢 它現在就變成它是管制路線 那這一段路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是從那個谷關這邊到離山這一段 因為這一段呢 它以前的話呢 我就一直在想我好像這段我小時候走過 可是從921之後的話呢 其實就已經沒有走過這一段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我後來去確定它是真的 現在是不管任何人申請都沒有用 因為它是百分之百的管制路線 然後它一天裡面呢 它單向通車 它一天只有三個時段 然後而且是限定車輛 所以我都會說呢 我們這一段呢 很特別喔 因為這一段如果假設你願意去搭公車的話 你知道你自己的公車呢 你好像是總統級的待遇 因為它這個只有一輛公車 只有一輛唯一的那個就是豐原客運 然後而且豐原客運來講的話呢 它會在限定的時間 然後它也是你要先上網去預訂 然後預訂完之後呢 其實你還是要出發前的時候再確認 因為這段路比較不穩定 然後它隨時都會有一些調整 那我為什麼會講說呢 這段路很特別 因為豐原客運它可以讓你從台中市 因為我們這趟旅程的話 我們是從台中高鐵站集合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是搭乘豐原客運 然後就是往那個谷關 那可能谷關現在有一些朋友 他如果說想要比較好的度假享受 他可能就會到谷關最厲害的飯店 目前台灣最貴的飯店吧 去泡個溫泉 對泡個溫泉會好好的享受 可是你去那邊你就是不要出門了啦 那如果說你是 額外你想要再去別的地方的話 你可以從那邊谷關 然後你可以坐這個公車 然後走到這一段路 然後到離山 那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這一段路是總統級的那個享受呢 人不多嗎 它不是人多的問題 它是你根本也沒辦法走 因為呢 他這一段他完全不開放任何的車輛去做申請 他只有就是變成是說 你必須是當地人 然後或者是你在當地工作人 你才會有資格去行駛這個路段 所以這一段路其實是會有卡車 我們常常吃了很多什麼高山高利財 可能都是從這一段路送過來的 那我就說呢 因為他們會在管制期間的時候 大家要在管制時間之前 就要抵達那個管制口 然後抵達那個管制口之後呢 它前面的第一台會是一個前導車 哇好爽啊 對那個前導車 像是警車這樣 他們是算成私家車的樣子 他應該算是整個道路的那個維護的工程公司 而且他現在前驅大概 他都已經先看過那個今天的狀況 然後他們也會跟他們各地在施工的那個同事們確認說 今天路況怎麼樣 所以他第一輛會是前導車 然後前導車之後呢 後面跟著呢 會是你是在地的居民 所以你可能會有很少的那個私家車 因為在地居民 因為這邊也不多嘛 然後或者是說你真的在這邊工作 因為裡面有一個得基水庫 那你可能就在裡面工作的人 然後或者就像我剛剛提到的是說 那些就是卡車司機們 因為就是他們幫大家把那個高山高利財 從這些地方運下來 或者是說山山的一些水果這樣運下來 然後所以他們是前導車 然後在後面是跟著這些車 然後是由前導車去控制車速 因為大家跟在他後面嘛 所以他會根據就是說 狀況來決定那個車速 像我們去的時候是還好 我們回來的時候啊 因為回來的時候 那個路的那個狀況是比較不穩的 而且落實比較多 那本來呢 他們自己公車司機前一樣 從另外一邊開過來 還想說等一下不確定會不會開 那我們還是去 因為他們隨時都要那個walkie talkie 對沒錯 所以我們還是就我們還是去 去的時候呢 那個就是前導車那邊 就是有跟司機講說 今天落實狀況比較嚴重一點點 所以今天車速會快一點 要快速通過 所以不是說落實快 不是反而要慢慢走 沒有沒有反而要快一點 所以你知道我們回程的時候啊 車速超快的 然後大家都已經被 他們技術很好 顛到快要吐了 他們技術真的非常好 我就第一次覺得說天啊 怎麼會這麼厲害 很癫喔 非常非常癫 因為就是會有落實 然後我們自己以乘客的狀態 你知道你就遠方看著 你看到傘壁傘有石頭在滾 所以其實是會覺得有一點點可怕 所以我後來我覺得 以前大家會一直抱怨就是說 為什麼要管制 為什麼管制這麼多 因為我剛剛提到說 你看前導車它是這樣子 然後等到前導車跟這些貨車 跟在地車過去之後呢 中間會有一台中衛車 那中衛車呢 它也是會跟他們會隔一段距離 然後中衛車然後再走 那中衛車走了之後呢 像我們 我們就是我們這個是 風源客運的這個公車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這一次 因為它有一個活動 所以他們跟風源客運 包了這個型號的車 而且這個司機也是走這條路的 這個司機 所以包了這個車 所以我們那一天的話 就有這兩台 就是公共運輸的這個車子 然後所以是中衛車 然後就帶著我們走 然後我們後面還有一台押後的車 因為就是變成說 他們等於是三台車 然後大家就是同時 再加上他們可能有一些工作人員的 那個工地的狀況 會跟他們通報 是有這麼多人 保護你們 護送我們 所以我說這段路 是不是總統級的待遇 那總統也不能走這段路 風險稍微有點大對不對 但是真的就是 你會覺得 就是其實一切都是值得 如果好天氣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一個 他比較特別的一個體驗 因為就像剛剛提到 就是說像德基水庫 我覺得 當然可能德基水庫 只是一個那個名詞 可是那一天我們走進去 跟著那一條路上 因為那一天是包車 所以有稍微讓我們停了一下下 我們從德基水庫 某一個角度看 然後就很漂亮 然後我們大家就在那邊講說 這張照片一定要拍 因為這個可能是真的很壯觀 很壯觀 很美 然後就是說你突然會覺得說 台灣的山很美 台灣的水也很美 那真的只可惜 我覺得應該算是台灣的地層比較年輕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那麼的穩定 因為像我之前我就覺得我好喜歡像瑞士 你看這麼漂亮的地方 他可能有一個什麼火車可以過去啊 有一個什麼纜車可以過去啊 可是我們的地層太年輕 所以我們不太可能 三不五時地震一下 對我們不太可能有這些設施 我們其實光上維持這樣一條公路 我覺得就已經有一點點困難了啦 其實有很多的朋友在旅行的時候都會說 現在都什麼年代了 為什麼還會有落石啊什麼 因為大自然的環境 再加上水土保護 還有我們自己的造的孽 所以會讓大環境受很多的傷 他們其實這些不管養護公路啊 或者是各方面的人才 他們真的好辛苦哦 所以我們大家其實要千萬耐住性子 對我覺得呢 其實真的要蠻感念他們 因為像那一天啊 我記得我去城的時候呢 我是清醒的狀態 那雖然我不是坐外第一排 可是我有透過就是中間走道的部分 有人運車 有透過中間走道部分我有看到 我就會看到就是說 山壁會有落石滾下來 然後甚至就是說 因為公路現在是單向通車嘛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旁邊有那個圍欄的部分 那圍欄部分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是舊的 那舊的你會有那個石頭撞山的痕跡就算了 它會有一些看起來是比較像鐵座的 比較臨時性的部分 它也有一些就是被撞凹的痕跡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這條路其實 就是一直都在變化 然後大家為了要可以就是說 讓大家更便捷 然後更通行 所以是好多人付出的一個這樣的努力 然後才達成這個樣子 然後因為像前一陣子天氣不太好嘛 我就有看到有人就在中橫路段的 那個粉絲頁上面 好像就會流說那這麼爛的路 那這樣子的話那不就封起來就好 可是實際上因為我們都沒有居住在裡面 因為像我們這一次 他透過這樣一個路徑 他好的狀況的話 其實幫大家大概節省的 好像有到四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我們那時候快要從那個 就是不確定可不可以從山上下來的時候 那司機大哥他們在聊的時候 我們後來就說 那大哥請問一下 如果不行的話要怎麼走 他說不行的話你們就要從何歡山那邊 然後他們會叫什麼九人車 因為路比較小 他說這樣可能要多了快四個小時吧 因為等於是也是要回到台中嘛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還蠻感謝這個樣子 然後也是這一次呢 我們在整個旅程中 我們就有去參觀一些像什麼 一些紀念館 然後他都有介紹這些路段的設計 然後我才知道說啊 原來以前我們要到離山有五種方式 對 然後這五種方式裡面呢 就是你要走路的啊 什麼騎車的啊開車的啊 原來以前有飛機跟直升機 也可以飛到那裡 對 可是後來就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很神奇啊 就是以前有停機坪啊 跟以前竟然有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那可是現在的話呢 就是等於說整個都沒有 但是開這條山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有是真的 你知道後來 後來我們到了之後啊 應該說我們回程山路結束 然後停到那個加油站的時候 讓大家上廁所 我們真的都給司機鼓掌 因為真的覺得說 哇這個技術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然後就會覺得說 其實真的還蠻感謝這個沿路所有的人 對 而且他們好專注 所以一天也不能開太多趟太疲累了 我覺得應該是會很累吧 然後所以你知道 我從那一趟旅程回來之後 我就一直注意說 這一段路跟這一號的公車呢 他們有沒有 對他們特別尊敬 我看看他們有沒有就是說 什麼時候恢復 然後就看到 我覺得他們真的也很用心 比如說哪一段步行 他們還會有一個什麼什麼零食 就等於說還是希望試圖用不同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 盡量去那邊做一些運輸 就方便了 對 所以就是這一段路 我覺得蠻難得的 如果大家要介紹給大家 真的就是要在上網上看一下 是現在的路況怎麼樣 盡量不要給別人或自己造成困擾 對 一定要先上網去淡寄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看 其實我們是不是要先休息一下 近段廣告了 馬上回來以後 快樂雲再跟大家一起來聊一聊 我們先來聽聽陳珊妮的風景好 中國雷星王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我們的好朋友 快樂雲帶來的中橫好風景 但是講到去中橫呢 這個一切都要看緣分 然後才能有這樣的機緣 是看到無齒的美景 好 那我們通過了這一段中橫之後 你會怎麼玩法 我們那一天來講的話呢 我們是從台中市出發 然後先到谷關 台中也蠻好玩的 台中其實很多很好玩的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然後這一次才發現呢 其實我們去了這個農場呢 叫福壽山農場 叫遠的要命的農場 他竟然算台中市耶 是吧 對 因為現在整個台中 也是變成大台中地區 所以他就變台中市 那所以我們是從那邊 我們是先到谷關 然後到了谷關之後呢 因為我們這一次時間有限 我們谷關只有停下來吃飯 如果說大家時間不趕的話呢 可以在谷關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谷關 我相信在我們小時候 然後這邊是一個很有名的溫泉區 沒錯 然後所以他現在呢 我覺得他整理的也還不錯 而且呢 因為這一段路呢 要進中橫的部分 他要那個搭公車嘛 所以其實在谷關的那個市中心呢 就在谷關的那個公路旁邊呢 有一個蠻大的停車場 我覺得其實他們還蠻貼心的 都已經先做好這樣的規劃跟準備 所以如果有些人可能是說 他要玩前面的部分 他可以自己開車嘛 他就直接到谷關這邊之後的話 他再轉搭那個公車 然後經過就是谷關這一段到那個禮山這樣去 所以像現在谷關的街上呢 有蠻多餐廳 然後這邊的特產 事實上大家吃那個就是樽魚 對 就是這邊有 逆流而上的樽魚 就給大家吃那個樽魚 然後樽魚也是有那個富含 那個膠原蛋白 然後甚至就是說 他們有的那個直接用簡單做清蒸 有個新鮮的魚清蒸就很好吃 對做清蒸 然後或者是說 他把它做成那個中藥的魚湯 對那這樣子也是比較補 所以你可以就是說 有很多的餐廳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 你可能吃個飯 然後像谷關來講的話呢 他那邊也有全家便利店 那我們朋友比較可愛 有一家對不對 這已經很好了好嗎 我們朋友很可愛 他就心想說 我要到那個遠的要命的農場 會不會農場裡面沒有東西可以吃 他還先買的泡麵 對先買泡麵買上去 他的危機意識蠻夠的 有 但是我覺得也不用買 因為後來其實在那邊也都可以買的到 對 但是福射山農場是農場 農場什麼都有的吃 也是 雖然說他有點遠 然後那個這樣這邊來講 除非有這個之外的話 因為我剛剛提到說 它是一個那個溫泉區 然後因為他現在整理的還不錯 他沿路有 我也好久沒去 對應該很久沒去了吧 所以下次可以去看看 因為他沿路有一些地方 他現在有整理一些公園 然後那些公園呢 他其實就有一些露天 然後有的有搭棚子 可以讓你在那邊泡腳 因為那個是溫泉水嘛 就是那個說有溫泉池可以泡腳 像我們在日本泡湯的時候 他會有一條像水溝一樣的那個水道 讓大家其實都可以一排坐下去泡腳 對他就可以在那邊 就是你可以那個泡泡腳 然後那邊來講古關最有名的就是那個 古關吊橋嘛 然後在古關吊橋那邊來講的話 去古關吊橋之前的話呢 他那邊有一個那個博物館 然後像那一天那個博物館來講的話呢 我們還在那邊遇到外國背包客 所以想說欸好厲害喔 開始爬山上來的 他們怎麼會玩到這邊來 我覺得還蠻佩服他們的 而且他們爬到這邊之後 你知道他們去那個遊客中心啊 他們竟然是跑去問說 欸我要去那個什麼什麼什麼野溪溫泉 所以我覺得外國人玩的東西 可能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而且他們比我們還透徹欸 所以人家其實在做什麼活動之前 都先做很多的功課 對啊 那輪也是這樣啦 然後我就覺得還看到 我看外國人有點開心啦 因為就覺得說 欸至少這些那個山水是外國人喜歡的 然後他們也就是有機會慢慢慢慢的去復甦 然後甚至我來到這邊的話 因為剛剛提到說 古關是個溫泉箱嘛 我們竟然還在這邊看到有一個 好可愛的一個黃東東的吉祥物 然後那個吉祥物後來 黃東東的 對我本來以為說是那個吉祥物 是古關溫泉的那個吉祥物 後來發現不是欸 它其實是日本鳥曲 不是它是日本鳥曲的三昭溫泉 原來跟古關溫泉這邊是姐妹溫泉 所以他們就送了一個他們的那個就是 溫泉的那個吉祥物過來 它叫做那個什麼米沙沙長這樣超可愛的 真的很可愛頭上還有三座那個 因為日本的溫泉大家都知道上面有三條冒煙的那種感覺 我們當時是真的看到這個就OK趕快跑過去 你知道我本來正要開始稱讚說 古關溫泉的吉祥物做的真是漂亮要給它拍一手 結果後來發現旁邊寫的是三昭溫泉 好啦但我們也不錯啦 我們竟然有國外的姐妹溫泉 對有國外的姐妹溫泉 然後它這邊的話 拿這個照片去可以泡湯的時候撿架 其實我覺得因為兩邊的環境都是屬於就是說 比較有歷史的那個溫泉 因為像那個日本這個三昭溫泉 我自己去住過兩次 然後它那邊來講的話 它的溫泉也是屬於就是說 有一個什麼雷的那個放射線 也是比較金字旁一個打雷的雷 對然後也是比較有一些療效 然後甚至說很多日本人 他們平時一年會花一小段時間 可能在那個溫泉一住就是住一整個禮拜 就是去有點類似讓自己生裡頭 對讓自己生裡頭 好像是不是去排毒還是什麼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也還算是 整個就是蠻不錯的 就是感覺上是那種休養生息的旅程 對呀對呀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這樣 真的也是也是蠻有趣蠻好的 然後我們後來就好 我們就變成說 好我們就吃啊走啊玩啊 逛完之後呢我們要趕那個 就是每天有三個班次的時間到它那個就是管制口 然後去要到梨山去 然後到梨山之後的話 因為我們那天天氣不錯 所以我們其實去的時候很順利 而且去的時候呢 其實整個環境呢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優美 所以我們其實就在它很快速 大概差不多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從古關然後就到了那個梨山 然後到了梨山之後的話 以前有一首歌是梨山有個姑娘叫 那蛋 有很多那種原住民的歌曲 但是應該就是這樣子的就是這個地方 整個就被傳送開來了嘛 對沒錯 而且感覺梨山的水果就是超級好吃 有有有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梨山買水果其實是有學問的 是嗎 對 然後因為梨山呢你知道像我們到梨山之後的話 我們先去一個就是梨山文物館 然後我覺得現在呢 我們這些就是國家風景區的這些單位 好像已經越來越知道 就是打卡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梨山的這個文物館呢 它在外面會有一些什麼假的櫻花 假的東西 它假櫻花 對對對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櫻花嘛 可是它用假的你一年四季 你打起卡來的話 其實還蠻有FU的 然後因為這個梨山文物館裡面呢 它主要是介紹梨山 然後還介紹這邊有那個就是 原住民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就是有一些那個原住民的一個 包含連他們的什麼階級啊 然後臉上的那個金面的東西啊 還有一些婚禮習俗啊 這些他們都介紹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我覺得 你不知道那個就是我們的原民朋友們 他們的生活習慣或者是特殊的節慶 那他們有聘金這些東西嗎 都有講 嗯 它那些細節都有講 它其實是有一些物品 然後它整個我就覺得說 它真的介紹的就是蠻細的 所以就像講說 你可能到了山上之後 很多人不喜歡看這個 但是有機會的時候 你還是了解一下 對 就可以更好的溝通跟了解他們的細節 對 沒錯 然後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看你除了有一個人家給你設計這樣的管 然後又不用滿票 然後這邊的空氣就已經開始非常非常的不錯了 那這邊這麼好的空氣的時候呢 我們就想說天氣真的還不錯 平均溫度大概也就20度上下吧 差不多 那一天的話其實就是就是微凉 然後而且那一天天氣很好 就是有藍天然後有白雲 然後因為有藍天白雲那麼好的天氣 我們大家就想說 那我們要趕快去我們的目的地 我們要去那個福壽山農場 然後福壽山農場來講的話呢 因為我們當然第一站 我們先去福壽山農場的天池 好 我們待會在下一段的時候 好好跟大家介紹 福壽山最遠的要命的怎麼玩 馬上回來 中國雷星王體力世界 歡迎各位再次回到快樂雲帶來的 看中恒好風景 那我們終於千山萬水的 經過各種困難到了福壽山了 對 那個福壽山農場呢 其實講農場之前呢 我想要推薦大家呢 如果說有在用臉書的話呢 可以直接到福壽山農場的粉絲頁 因為我覺得這個小編 真的真的很拚命 因為你知道福壽山農場的小編呢 他自己也給自己下了一個標題 就直接下說這個叫做 圓的要命的農場 確實去有一點點千辛萬苦 那現在像秋天的時候呢 他這邊的話風紅很漂亮 應該都變色了 對 因為福壽山農場 我一開始我認識他的時候呢 就是有朋友PO過就是 台灣如果你不能出國賞風的時候 大家會大推這裡 那確實有朋友是那種就是 天那個還沒亮就開車開出去 然後等到他再回來的時候呢 跟他出門前一樣 因為又天黑了 所以真的蠻遠的 而且開起來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雖然說他不是走這個管制路線 所以他要繞一繞 對 他就變成要留 可是因為福壽山農場 在風紅實際的時候呢 他的飯店非常難訂 所以你基本上是訂不到 然後福壽山農場 他也有露營區 所以其實也可以露營 那我為什麼剛剛有講說 一定要先追起他福壽山農場 小編的臉書 因為小編每天 他都會把福壽山農場的狀況 他會秀出來給大家 那個今天風紅多少趴了 然後怎麼樣 然後他突然想說 早上起來那個風和日曆 然後就放個那個空拍機出去飛一下 然後就把它抓上來 然後呢 小編努力到有的時候天陰陰的 他還是想讓大家看到說 其實一天的福壽山農場 還是很漂亮 他會自己就拿著手機開始直播開始講 你還可以聽到他有點喘的聲音 然後他真的就是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 麻煩給高薪好嗎 那個福壽山農場的小編 真是太有梗了 小女生嗎 不是 小男生 大家以為是小男生 後來有一天呢 我剛好看到他那個直播的時候 他好像不小心轉了他自己 結果下面就應該留言說 蛤 我以為小編是年輕人 叫小編怎麼年紀這麼大 是大叔哦 對 還這麼拚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好認真哦 然後我想講就是說 為什麼會要給他追起來 就是說 因為呢 我們真的 我們去的話 有點遠也有點難 可是他每天都會把這些最美麗的風景 碰給我們看 所以我其實常常就會看到他的那個東西 然後像他春天的時候啊 他春天他們那邊有千英園 所以千英園的時候呢 也是有 櫻花也會很美 那我們去的時候呢 剛好就是有一個 當時是波斯局的季節 等於說以秋天之前 然後就是那個整片的那個波斯局 然後我到福壽山農場啊 我才知道就是說 軒仁姐你看過波斯局嗎 我看過 那你看到的波斯局是高的還是矮的 矮的 是不是我們看到的波斯局應該都還蠻矮的 對對對 都應該基本上貼地沒多遠 對對對 你知道福壽山的波斯局啊 是比人還要高的波斯局 而且還比我還要高哦 就是比人還要高就是一百六一百七的波斯局 所以說他整個那個梗長這麼高 然後花是在你頭頂上 那花到嗎 花跟普通的波斯局的話一樣 可是他的那個筋可以長這麼高 哇真的好厲害 所以我第一次想到說天啊 比人高的波斯局耶 真的 我們就一直在那邊 就我們還在那邊問說 為什麼波斯局的那個筋可以長這麼高 我們平地的波斯局都沒有人長這樣耶 結果他跟我們說 因為都沒有減啦 所以他就會一直維持這麼高 我覺得好厲害哦 所以平常就是在我們一般在花式 可能會看到這些都是修整過的 我們就是修剪過 或者是說你去看那個農地上面 它灑的種子 因為它通常就是拿來做肥料嘛 所以他們一起花卸了 全部都把它弄掉了 可是他們那個等於說 它是留著 所以它那個是累積很多年對不對 真的有比人還要高一百六十 一百七十幾公分的波斯局 我覺得 下次可以每個人去認養一顆 我不知道台灣可能沒有別的地方可以看到 我那天看到我們真的是超級超級壓抑的 我覺得他們可以做一個活動 讓小朋友去 就是今年的福壽那個就是波斯局是多高 然後你可以認養這一顆畫一個那個記號 像明年來的時候它長多高 對啊 我覺得那個真的有點神奇 而且你在裡面真的會迷宮 因為會完全看不到路 我覺得那是一個好特別的經驗 因為我們那天去的時候 雖然有一年晚了 然後我們在那邊看夕陽 很密集 它是很大一片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剛剛講說 好 因為我們那天呢 是因為天氣還不錯 所以我們就是先到福壽山農場之後呢 我們第一站先去那個福壽山農場的天池 然後福壽山農場的這個天池呢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就是 沒有污染 它環境非常非常好 然後因為它又有那個富含那個能量 所以在那個天池畔呢 就有一個綠色的建築 叫做那個達官亭 然後這個達官亭呢 這裡 它其實也是蔣公刑官 是吧 你看蔣公命真的好 它好會選地方喔 對 但是那個時候都有大師幫他看風水哪裡去 因為呢 這個就等於說在那個天池畔 然後就是有一棟綠色的建築 然後這個綠色的建築呢 它是上下兩層樓嘛 那兩層樓的話呢 你一開始你一樓走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在走進去之前呢 我們大家本來死都不想進去 因為外面就聞到那好香好香的味道 因為它一樓前面有一個小角落 有一個小小的販賣部 這邊賣那個茶葉蛋實在是太香了 所以我們本來是想說 好熱了 我們可以不要聽導覽 我們可以直接去吃茶葉蛋嗎 可是沒辦法 因為就是我們那天有答案 我們就先進去 然後進去之後你就看到一樓的話呢 因為過去是蔣公刑罐嘛 所以它就有什麼警衛室啊 傳達室那些等等之外 然後你走進去除了 你會看到有兩個房間 一個房間是蔣公的房間 另外一個房間是蔣送美玲的房間 因為他們就講說呢 都保持原樣 因為他說他們兩個都是分房睡 為什麼要分房睡呢 因為兩個人作息不一樣 就是蔣送美玲要睡到什麼自然行 然後蔣公可能就是要承起 然後蔣送美玲又可能外睡 所以他們就整個就是這樣 雖然分開 然後我覺得這觀念其實蠻好的 然後像在那附近也有記錄一些 他們就是在這邊生活的照片啊 甚至還有就是我剛剛提到 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個導演就跟我們講說 那個蔣公只有一道拿手菜 你知道那道拿手菜是什麼嗎 紅燒肉 不是 炒飯 而且是真正的炒飯喔 是真的他就是有做炒飯 給那個蔣送美玲吃 而且還有一個大大的照片 所以原來蔣公最拿手的 廚藝 對他的廚藝 但是我知道反正蔣公 其實他自己是個美食家 所以他來幫蔣公做的蠟廚 後來都赫赫有名對不對 對啊他可能會吃可是他可能沒有自己去做 所以原來他最拿手的竟然是炒飯 主要是甲布蓉會吃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他這個就會吃 然後我們就走進去之後 因為說他是兩層樓 然後第二層樓來講的話呢 我為什麼覺得他真的很會享受呢 第二層樓呢他整個外圍全部都是那種就是比較大片的玻璃的部分 然後因為聽說萬一下雨或太冷的時候他可以在這邊散步 在裡面散步 你看很享受吧 然後在那個二樓的中間有一個就是類似像一個會議室 那其實他們有很多我們知道的一些決策什麼十大建設什麼都是在這邊排滿定案的 所以我就會想說哇真的很會享受 然後後來呢我們看到一個最有趣的部分 剛剛提到說因為這邊能量很多嘛 結果我們那一天去的時候呢 有遇到蠻多的觀光客也在天池那邊 然後我就看到為什麼他們一直在那個天池那邊繞圈圈 原來是說什麼 朝聖聖湖 左三圈右三圈 然後因為這邊能量很多會讓你心願達成 這個感覺好像到了西藏的那個對馬養錯啊 或這些地方了就是非常有意思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文流星王起離世界歡迎各位再度回到快樂雲帶來的中恆好風景 那麼我們剛剛聊到說就是蔣公刑館的這一塊呢是非常有特色的 而且還保持了他們當年住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那個就是 一些細節啊空間啊都留著 這些都有啊 好那上去以後就更舒服了 那你沒有走三圈右三圈 我沒有走三圈又三圈 但是在這裡啊 這裡如果說有朋友大家有機會在秋天的時候來的話 要介紹大家一個拍照很漂亮的地方 一定要記得去上廁所 叫大家去上廁所 因為我記得你在基隆那一集叫大家去上廁所 因為這個也是呢在達官亭的那個 廁所要走出來的那邊然後看那個達官亭的後面 然後再加上那個風速的那個就是變色林整個看起來是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你看又要介紹大家去廁所 然後重點是我覺得天池這邊的空氣真的很好 所以在那邊那天也是好天氣 然後我們就是曬的一點點太陽吹著一點點風 是真的還蠻舒服的 然後因為那個天池它整個呢 因為那天天氣好到是它整個池水 它可以就是反射天空的那個藍 所以那天就很美 然後所以那天很棒 其實這種有反應效果的那種山水是最美的對不對 對啊沒錯所以大家就在那邊拍照啊 然後大家還會知道說 從哪個角度最好 所以那個角度大家就開始又排一排 廁所的角度最好 所以就是真的是那個拍池水的話 要從正面拍 然後剛剛想說如果樹林的話 要記得去上廁所 因為這個就還蠻不錯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這樣之後的話 我們就才回到那個福壽山農場那邊 然後去住宿的地方 然後福壽山農場也很棒 就是說呢 因為他們有蠻多的那個義工的那個解說先生 或小姐 所以如果說假設你有幾個人的話 可以看看他們的那個導覽時間 我覺得跟著他們導覽的人走還蠻好 因為像我們那天很幸運 我們跟到那一位先生啊 他不但導覽用說的 他還唱給你聽耶 他還又唱又演 然後真的我覺得還蠻可愛 他們因為福壽山農場 以前都是什麼退府會的那些 所以他們等於說他們好像也會都會上去那邊 然後像他那時候就跟我們講說 他本來好像也是有什麼病 可是因為上去那邊的話 好山好水整個讓他整個 他也三圈三圈了啦 整個就變成是身體好很多 然後那些病好像也都沒有 所以他其實是真的 磁場 他那一天他還包含 走過某些地方的時候 他還叫我們說 什麼大家應該什麼 手牽手啊 然後呼吸啊 走過草皮啊 然後幹嘛幹嘛 就等於說 他其實是那個環境是真的是舒服的 順便來點儀式感也感覺不錯 有儀式感 然後加上那個大環境 他整個也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好奇的是福壽山的農場 他們的高山青菜應該很好吃吧 沒錯但是呢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都是整車整車 然後孕下山來買 自己自己那邊沒有 他們自己山上有 可是其實就沒有到那麼多 我們在山上有吃到 就是說他的那個高麗菜是真的很甜 那既然要講高麗菜我要先講 他山上呢 其實是整大片的那個高麗菜 然後整個區塊來講的話 因為他們種高山蔬菜的話呢 他們的經濟價值最高 所以那邊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都會開閉成一片一片的那個 整個種那個高麗菜園 然後因為有點丘陵地的關係 或者說他每一塊都是小小塊的 然後他的那個種滿了高麗菜之外 因為本來旁邊有一些樹 然後那個樹呢 他就是因為高麗菜 他需要有陽光的照射 所以他們就變成 你知道把樹的樹葉跟旁邊把它修掉 所以整個樹變成直直的 就把旁邊全部都剪掉 對就灌溜溜的 可是一個一個在那邊 那個樹就變得很特別很奇妙 然後因為我從幾個角度 遠方這樣拍過去的時候呢 它那個整個畫面呢 它其實不會像沼澤 因為下面是綠色的那個 就是高麗菜包著 它整個看過去 你知道竟然很像義大利的橄欖園 很難得 我就覺得 哇跟義大利的橄欖園 有幾分相似之處 那只是說山上可能沒有像那個 義大利的那些 這麼漂亮的莊園 所以就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但是我覺得那個山上那個 其實還蠻漂亮 然後山上晚上的星星非常漂亮 所以也是蠻推薦 大家在好天氣的時候呢 如果住在山上 不管你在營區 或者是說你在那個住宿區 都可以出來看星星 但現在真的很難定吧 有的時候會需要都要問問看 然後像如果說在住宿區的話 它晚上八點的時候吧 他們還有專人會帶大家去看星空導覽 看哪邊是北斗 他會跟你講的那個星空的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也還蠻好的 那我們那一天來講的話 就是說那個我們的導覽先生很可愛 他就是一路串作俱佳 然後帶我們走過那邊有什麼鴛鴦湖啊 還有一些各地的地方 然後在山上其實他還蠻特別的是 還有櫻花溝文歸喔 櫻花溝文歸是武林農場 對那福州山農場這裡沒有 那個武林農場的話 其實它的一些東西來講的話呢 不是櫻花季 我們現在去的時候 我也是發現一些新東西 因為以前櫻花季去的時候 完全在追櫻花 沒有看什麼櫻花溝文歸 那個都是之後才看的到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能講不完 但是大家可以上這個快樂雲的部落格 去仔細的看一看 或者照他的行程去走一走玩一玩 我真的都覺得蠻過癮的 不過一切都要預約 所以請提醒一下大家 要預約然後還要看老天 好來我們來聽聽蘇島嶺牆外的風景 謝謝快樂雲 我們來聽聽四點說 我全主持的沒事來看啦